現在要教的是其他的性質 比較重要的是一開始要教的 惰性氣體 它叫做惰性氣體 是因為它的活性很小 幾乎都不會跟別人發生反應 特別加費了半天的勁 才製造出它的化合物 它非常的不爽 跟別人在一起 它叫做惰性氣體 幾乎不會有任何的作用 它叫做惰性氣體 它們都是單原子分子 什麼叫單原子分子 學期莫告 就是它一顆一顆的 它不但是不喜歡跟別人在一起 連自己人也不喜歡在一起 就是一顆汗 一顆汗 單獨一顆一顆的汗 沒有兩顆汗連在一塊的 就是它超不爽跟別人在一塊的 OK 把它單原子分子 這個考過 它單原子這件事情考過 那麼古時候曾經以為 它含量不多 所以又叫它所謂的稀有氣體 這個名字在裡面不用了 我們那雅是第三位 第三位還叫稀有嗎 所以不會嘛 所以它不叫稀有氣體 它還有一個名字叫做什麼高貴氣體 貴族其實它很高貴 不爽跟別人在一起 高貴氣體貴族氣體 可能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就是它的名稱 然後 我們考試就考這個 什麼用途 就給我背好就對了 第一個叫駭 駭的密度只比氫大 非常的小 所以它可以用來填充氣球 代替氫氣 為什麼不要用氫氣填充 因為它可燃嘛 歷史上 新登堡飛船 碰掉燒掉 之類的 所以呢 它可以代替氫氣填充氣球 它可以飛得起來 可以飛得起來 所以呢 就是氫氣用途 用途 奶氣呢 會發出紅光 奶氣會發紅光 可以做信號燈 尼紅燈的使用 信號燈 尼紅燈的使用 我下次用個影片給各位看 今天就不看了 我去年有放有錄下來 今年就不放不錄了 但是我會給你看 你只是不錄下來而已 對不對 會有發紅光 奶氣會發紅光 然後做尼紅燈 不同的氣體會發出不同顏色的光 其他的我們就不管 如果背誰就好 奶 發什麼光 紅光 背完就好 OK 再來還有一個叫做 雅氣 第三位 他可以前衝燈泡 防止增加亮度 延長壽命 防止燈濕氣化 焊接的時候 防止他氧化 他的用途 他用途就是這個 所以就把他背下來 OK 多性氣體 意思就是他非常不喜歡跟人家作用 考過的重點叫做 他是單元子分子 一顆一顆的考過 接下來在這裡 喜歡考的就是他的用途 你就給我一個一個的給我背好 駭氣用來代替氫氣填充氣球 乃氣可以發出紅光 可以做霓虹燈 信號燈 雅氣呢 可以填充燈泡 防止氣化 然後延長壽命 增加亮度 按揭的時候防止金屬氧化 好 就請各位 把這些有的沒有的事情給我 背好 就可以了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打扮 撐 有的 有的 我 那